1比4获胜了 也是很艰苦 而确实在这种 就刚刚这个张志导提到的 这种7分的决胜局的这种比赛当中 确实是一个 基本上来说的话 会增加很多暴冷的机会 因为有的时候 你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调整状态 你万一上来落后多了 你可能这一句真的就回不来了 对 我们开始练球了 刘士文这个我们就不用再多介绍了 这是算是中国乒乓球女队的名宿之一 也是刚刚在这个旅游奥运会上 也是为中国代表团生 拿到了一枚金牌 团体的金牌 今天对于这个小将孙颖上来说 也是就是以拼为主吧 就肯定对成绩也不会有太多的想法 或者说赛前过多的去纠结于 这场比赛他自己能打成什么样的一个成绩 对 其实对这种知名选手打拔 就从我们以前来讲 其实心里是没有压力的 因为对他们来讲 就是跟这种老将打 跟知名选手打的 就是赢了就赚了 输了也没什么 对自己是没有任何影响的 而且对自己的锻炼价值会很大 之前是我们俩在聊的时候 也是我在说是感觉这个中国的乒乓球的联赛 其实就是我们的所谓内战 确实经常会有一些各种各样的冷门去爆出来 一是因为确实我们这个乒乓球的人才实在是储备的比较的丰富 很多 你很难去了解说 每个队各自有怎么样的一个这个新的人才 马上就要引现出来 有的时候就是一战成名的事 好 那么双方的第一局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那么双方的各自派上的第一号单打 刘世文 这是武汉的第一单打 这是孙颖沙 但是我觉得孙颖沙呢要跟刘世文打呢 必须要有点搏杀的这种心态 必须要去放开去拼 谢谢大家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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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让徐师员是上手了 那么这个出影价应该是在今年的一场合格 第三次最为单打的上场比赛 这件事一胜一负 看着孙颖莎好像还有点紧 反手推挡今天已经是第三个下落了 就前几个球看孙颖莎感觉他失误多 他失误多他心里呢 他肯定打相持的时候呢 跟感觉对方是刘世文 他心里压力可能比较大 所以他总想加点质量以后呢 可能自己失误就比较多 刘世文是对方的正手 孙颖莎回球 孙颖莎回球 2比7 其实是看着孙颖的这个技术 这个能力确实是太强了 是 这其实本来是限于被动的 漂亮 孙颖莎 对 孙颖莎就应该像刚才这么打 他就应该自己加质量 不怕失误 因为你就是想稳当的话 按不就班的打 对 是赢不了的 是 赢不了的 是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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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场的刘世文的这个 粉丝的人数是比较多 好 好 好 四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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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孕下要多上手 自己要多积极主动地抢攻 今天开赛以来的 算是第一个多拍回合 就看刘斯文的球 实力太雄厚了 就打相识的时候 孙颖沙的球 对他的威胁不大 从他的质量来说 对刘斯文来说 形成不到太大的威胁 这一局比赛当中 还是体现出了 双方实力上的一个差距 我们的小江孙颖沙 也是由张老师说 感觉可以再翻开一点 也可以再打得凶一点 对 更凶一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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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大一下这个用国际的这个力度 确实是你如果是进入 真的是这种稳定的相持 你任何的一个技术环节 可能是都是够不上 刘斯文的这个水准 对 这一场就 这一局就感觉 这个孙颖沙就感觉 什么球都没有 什么都没打出来 其实这个一个方面 可能是心里放不开 再一方面可能刘斯文 过去回球的质量太高了 对 对 对他造成的压力太大 对 开局一定要把比分咬 对 比分拉开以后就更没法打 自己心里上也会出现一定的慌乱呢 咱居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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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押 雪on 加油 全部押 剩下 加油 全部押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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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发就犹豫了 加油 加油 刘世伯 刘世伯 他现在 孙女杀就是要敢跟对方打相似 不要 不要去怕 不要去心理虚 漂亮 拍球 连路说呢 接下来 回球 质量不高 直接的抢过 发球有变化 对 发一长球 刘世伯能够准备 是 没准备好 5比1 这局局面大好啊 加油 加油 老道的刘世伯能不能及时调整 看他怎么处理 是 好强 但是看现在孙女杀接发球的处理上 还是不处 还是处理得不好 对 这种反手箱是他先主动压刘世伯的中路中间 然后呢 再变他反手大脚 好像能把刘世伯就是两边扯开了 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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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 拿到了这一局的第二分 孙永莎能不能顶住 可是至于留学人自己的失误有不少 对 主要看前期的球 打了几个漂亮的回合球以后 可能孙永莎就心里就有点信心了 就认为这种球完全是打相持球 是跟你有的打的 不是说没得打的 漂亮 这就是自己救回来的9比2 看来孙永莎很有机会完成这个第一个小目标 先拿一局 对 就不要想太多 赢一局是一局 是 现在这两个球技能是属于放弃的状态 这样的话孙永莎是扳回了一局 不容易啊 11比2 从这局看这孙永莎还是放开了打还是有一定实力的 不是说完全完全没得打的 他主要放开他敢打 敢去跟刘思文去相识去抗衡的话 还是还是有仇的 刘思文现在转眼间也是这个算中生代的不说他老将 算中生代的球员了25岁的一个年纪 这个时候的运动员也是最成熟的 最成熟的是 你看孙永莎这一算 比如说小了整整9岁了 对 这次 其实从两队的整体的年龄来看的话 这个武汉队也是整体年龄相对会大不少 比身体至少要大5到6岁一个平均年龄 对 当然了我们等深圳队这个动不动就用2000年的这个运动员 确实是 对 深圳队的现在除了成功以外 其他都属于是年轻小将的 97 98 2000 对都是前途都是很好的 是 这也是一个像我们说是正确的路子吧 大家看看第三局 作为老将的刘诗文 就是叫逃整状态 就是说苏颖莎的信心是已经爆棚的感觉 嗯 赶紧 是 赶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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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诗文 上一局就是连续几个失误以后有点有点乱了 嗯 - 招王- 招王-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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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刘森文都是 现在少变线了 现在都是先压反手 先压反手有机会了以后 再去往中头变 这边质量很高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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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影沙 加油 看孙影沙揭发球的时候 还是有点虚 他不敢加力 不敢拧 还是先撩起来 或者是轻碰反手搓球 都有点碰 基本上他的揭发球 感觉都有点飘啊 对 下边 下边得分 孙影沙 加油 加油 孙影沙 加油 好球 这个球 这个球 刘思文的质量不高以后呢 孙影沙就敢主动发力 就是要这样主动赢前去加点力 是 加油 就是这个意思啊 对 刚刚说完他就加力 孙影沙 加油 孙影沙 加油 孙影沙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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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影沙 加油 加油 孙影沙 加油 好球 很坚决 对 她这几个把速度也提起来了 孙影沙 加油 这几个球看 感觉刘思雯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 刘思雯 加油 加油 刘思雯 他现在这个赛制是不捡球的 确实节奏很快 给你思考的时间比较爽 这个球不该输了 基本上两个人现在是 已经到了一个胶着的一个局面 对 这个球其实很关键 那个五比七和六比六 完全是两个概念 是 你就是说这两个人是我也不少 这局要孙英莎拿下的话 那就真的有很大机会了 真的有意思 不要了 刘春文感觉现在打得 是不是有点保险啊 有点被他压着打 被压住了 现在孙英莎明显把这个速度 提上来以后 加力了以后呢 反手相持都是 你看都是快点高点的 去压着他刘春文打 刘春文现在只能往后被动 有点太被动 哎呦 手机有急了 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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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乱了 真的乱了 没节奏了已经 6比6连得5分 对 不好意思了啊 这场比赛 出生了2000年的 小江孙英莎 那么是在2比1 局分上领先 世界奥运冠军 对 他出了第一只打的 比较乱 没有发挥好以外 后面这两只打的 非常好 非常好 也拼出来了 然后也打出了 这个小江的这种气势吧 是 反而是对面 刘春文感觉有点乱了 等于把压力 现在交给了刘春文 是 这个今晚也在跟他分析啊 到底是问题出在什么方面 刘春文要是这么 再是没有变化的话 再是这么有点保守 偏想的是 可能跟小队员打 自己前上了 无畏失误 以上台为主 就是想得分 的 就是 现在 按照这种方式 打的话是 不行了 他必须得有 有点改变 这边孙英莎 这两局的状态 非常的好啊 希望他这一局 能不能够保持 这方看 就说 能不能够调整回状态 还是孙英莎 继续神勇地发挥 现在孙英莎就是坚持 现在这个状态去打 他只要不要有想赢的 这种心态出现就行 是 一道想赢 就是所谓想赢怕输 自己又保守起来了 2比0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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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刘新文队队这么 完手相持的时候 最要加点力 不能再像前面那么拖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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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第二局开局的阶段 第三局开局阶段 他好像打得还是不错的 但是后来就被压制住了 加油 所以刘新文也跳起来了 已经跳起来了 也叫起来了 可以啊 我们的小杉孙英莎 怕刘新文打到 已经需要自己来这个 给自己提劲儿的 如果现在分要咬住 你看刘苏文现在反手相吃 明显感觉到他 把击球点提前了 加速了加力了 主动一些 而且丁这个发球的半出台球 已经连续有两个了 好 女主动上手还是能够拿分 张超红 加油 张超红 刘苏文 张超红 刘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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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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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急了 是是是 连续连续失误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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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乱了感觉 对应该在3比5的时候 应该叫个站退 还会缓解一下 这连续丢分 加油 我来看小江自己在调节能力 这一局刘世文的长球发的明显 要比前几局要多 准备加油 最后一队 这一局应该是很想吃醉点 孫敏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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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斯文就必须把旋转 把速度把力量打出来 就输了 这样他最终应该来说都算是可以拿下 守方战成了2比2 其实一开局的时候孙颖莎打得挺好的 对对对 开局不错 然后中途这可能被刘斯文这么一拼一喊 把自己搞得有点乱 对 这些资源还是少了 应该是15年的全国少年锦标赛的冠军呢 孙颖莎 最后一局 决胜局 那么之前这个张大学提到了 一个7分的一个赛制 基本上其实就是抢开局了 是 开局7分 而且这个偶然性更大了 双方压力都大 我认为压力更大的应该是在六四门这地方 对 其实圣语莎这边的这个基战术安排 其实应该很明确就是拼开局了 那么 拨出去 如果说能够 比如说像在第二局 当时我就想说 比如说那当时是他5比1领先的 如果真的放在决胜局的话 就是说基本上没得追的 我们的小江在决胜局当中 打出怎么样的一个状态 对 这场球对双方都是很重要的 如果要是深圳大学队能把 这场第一场把六四温赢的话 那对他们后面的局面是很有力的 是 因为毕竟把陈梦留在了后边 好 这场队自己也去喊一喊 对 给自己加点劲 是 这球机会 对呀 机会啊 接发球已经拧出机会来了 这个球有点没准备的 都已经顶到对方了 是 他自己的发球 对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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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吃了四大球 也是有点犹豫了 就是想拧又不敢拧 有点判断不清楚 一犹豫解释过 这要可能不是放在第五局 七分的话 早就果断出手 是 -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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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的凶 3比2 对 分数改成了3比2 这边应该是暂停了 对 交暂停 是贾家只要交的 两边教练都很紧张 这可能是双方可能 可能都是没想到的 一上刘士文跟这边最小的小将之间 可以打成这个样子 但是如果说这一分真的拿下来的话 对于神圳大学对来说是 很有力的 意外之喜 他们就算这场球输了 也算是正常的 在意料之中的 暂停 还剩下15秒钟 中心回来之后 两个人状况如何 漂亮 好球 这个球打出了非常高的水准 好球 这个球打出了非常高的水准 刘士文这个反射箱是压得非常速的 压你中间 然后再变你大球 再压你中间 好球 这个球打出了非常高的水准 中间是很薄弱的一个环节 因为发不了力 不好发力 他侧身也不是 他不侧身也不是 所以很别扭 好球 这个球打出了非常高的水准 然后一场 就是说关键时刻出现了一个失误 这样的话已经到了一个赛点了 6比3 最后还是孙米莎 这样还是老子拉 对 自己这个经验稍微 比赛经验稍微欠缺一点 但是打得确实不错了 打得不错 打成这个份上已经 对他自己来上应该已经是很满意的 是 这样的话 武汉队是拿下了第一场比赛的胜利 但是这个过程 这是这个艰辛与这个跌宕起伏 可能是赛篇都没有想到的 出生于2000年的小巷孙颖沙 也是为大家奉献了一场